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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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南开大学的学生 然后我是父母的骄傲 就这些 好 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中国人 其次我是我父母的儿子 我是中国人 我是大学生 我是父亲的好儿子 好 下一个 我是杨黄子孙 我是华夏儿女 我是南开学子 他是一个诗人 我觉得我是他的室友 然后我是您的学生 更重要的我也是一个中国人 好 好 好的 一会儿我们在文化与自我当中 我们其实也发现了 他们几个如果算作背试的话 给我们一个答案 有特别惊人的一致性 那么我们一会儿会看到 在西方人的背试当中 西方人会强调 后外卖的实验的时候 他常常说我是男性 我是女性 然后我是开朗的 或者我是乐观的 我是怎么样 它完全是个人的特质 但是你从他们的回答当中 发现一个特性吗 他们都是关系中的人 他们都是某一种 关系群体当中的人 当然这是很典型的 一个中国人的特性了 一会儿我们在文化与自我当中 会看到 好了 如果我们来了解 自我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了 威廉·詹姆斯在100年前的时候 就指出来 他说自我是个人心理宇宙的中心 那自我呢 也连接着我们在心理活动当中 的方方面面 如果我们看自我概念的时候 我们发现 自我概念就是个体所拥有的 有关自己的整体性的信息 库立在1902年的时候 在人的本性和社会秩序 一本书当中提到了 他说我们的自我 其实来自于什么呢 我们的自我来自于敬忠我 也就是说别人都是一面镜子 那我们呢 是通过他人这面镜子 去了解自己 比如说别人认定的 我们是开朗的 别人认定我们是敏感的 我们常常因别人的信息 而改变对自己的一些看法 之后又有一位呢 社会学家 这位社会学家叫Golfman 这位社会学家 在自我的概念当中 他提出了人的前台和后台的概念 正所谓我们在梅兰芳先生的 这个语句当中 竟然会看到 他说舞台小天地 天地大舞台 莎士比亚也曾经谈过 他说整个的世界 其实就是一个舞台 我们世间的所有的男男女女 都是这个舞台上的演员而已 那Golfman提到了 前台和后台的概念当中呢 他就说了 前台是我们展现给他人的自我 而后台呢 是我们可以自我的去暴露 最本真的一些自我的方式 他最早发现了 人的前台和后台的一些个研究呢 是在一个教会的学校里面 他发现在一个教会的学校里面 老师上课的时候 都是非常的斯文 非常的端庄 而且看起来保揽群书 对学生态度也非常的亲切 但是这些老师回到办公室的时候 因为他们教学条件比较有限 所以三四十个人挤到办公室 这些老师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 依然会存在着 根据一些非常小的琐事 可能会打架 甚至有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完全的跟他上课的状态不一样 那这样子高夫曼就提出了 在上课的状态过程当中 对老师来讲那是前台 而回到办公室呢 就是后台 之前他是这样子理解的 可是后来他就发现了 在办公室当中 依然有很多的教师 是仍然非常的斯文 非常的端庄的 他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说难道这些老师 就没有生活中的后台吗 他们在生活当中 是不是一如既往的 就是这样的斯文呢 后来他通过仔细的观察 他就发现了 这几个女教师呢 都是未婚的女教师 他们看中了 在这个办公室 有人点头了 说人的本性 他看到了 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有一些男性 也是未婚的 他希望这个男性 来约会自己 这样我们就不会 把自己的后台展现出来 仍然是把前台展现出来 所以高夫们就提到了 人有前台和后台之分 这样我就想到了 我有一个学生 这个学生呢 周末喜欢睡懒觉 到星期天的早上 别的同学都上自习了 或者出去打篮球了 他还在被子里面睡懒觉 这个时候听到门外 有人敲门声 打断了他的睡眠 他觉得非常的恼怒 开始大喝一声 说谁啊 门外出现了一声 他非常熟悉的声音 他说宝贝是妈妈 好了 是他妈妈 因为他知道 他的妈妈经常 每周末的时候 都会给他送来 一些好吃的东西 另外呢 拿走一些换洗的衣服 所以他马上就跳下床来 然后去开门 无论你的宿舍里面 多么狼藉也没关系 因为你对母亲 是可以展现出后台的 然后你就让母亲进来了 我们换一个情境 如果这个时候 你仍然在睡觉 被别人打断了 你问谁啊 门口有一个娇滴滴的女生 说是我 你听坏了 是你班的一个班花 还是你班的学习委员 他到你们宿舍 来收你们宿舍的班费 那这个时候 你第一反应 并不是要去开门 因为这个环境 对你来说是后台 所以你常常的第一反应 就是说 你稍等一下 我马上就好啊 于是你在宿舍里面 开始打扫一期 当然有的时候呢 你会把一些臭袜子 很多脏的衣服 往床底下放 我曾经的一个学生 他告诉我 他说老师 那个时候真的很紧急 来不及了 我当时看到 我的很多脏衣服 窗子是开着的 我顺手就把脏衣服 扔出去了 他说等人走了之后 我还下去找 发现裤子少了一条 不知道被谁捡走了 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扔呢 你就知道了 你要展现给这个同学的 他一定是前台 当然我们还可以 继续地设想 假如说 十年之后 二十年之后 这个班费呢 真的如愿以偿的 成为你的妻子了 他再敲门的时候 估计你就不会 再去扔裤子了 是不是 因为裤子也是需要花钱的 因为你展现给他的 完全就可以是你的后台了 那么这是高富曼 所提出的 在这个概念当中呢 William James就提出了 其实我们的自我当中 是有两个我 他把它叫做主我和宾我 主我的概念呢 是I的概念 而宾我的概念呢 是me的概念 I的概念 是我们自己去体验 我们自己去认知 去思考的自我 而me的概念呢 是我们感知到 被他人思考 被他人知觉的概念 那么我们说了 关于自我 我们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意识到自我的 是从一出生就开始吗 或者说动物和人类之间 是不是都有自我的关系呢 我们来看一张图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1977年 盖勒普做了一个实验 他很想了解 在所有的动物当中 是不是动物都具有一种功能 就是说镜像识别的功能 我们能够从镜子里 看到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于是呢 他摆了一面镜子 这面镜子旁边呢 他弄了很多的动物 什么鸭子呀 星星啊 很多的东西 结果发现所有的动物 几乎面对镜子 是熟视无睹的 比如说鸭子在镜子面前 他并没有意识到 镜子里的一个鸭子 跟自己有任何的关系 甚至他毫不感兴趣 可是在所有的动物当中 唯有一种动物 跟我们的是比较接近的物种 这就是星星 星呢 在镜子面前呢 可以学会有踢牙的动作 就是他知道 我的镜子是我的工具 而镜子里的镜像是我自己 所以我们可见 星星是非常聪明的了 那我们来看人类是这样子吗 心理学家发现了 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呢 在9到12个月的婴儿那里 当他看到关于自己的视频 自己的照片 或者镜子里的自己 虽然他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认识 但是他大概能够对这个物体 感觉到非常的亲切 所以他就会拍手 或者有一些微笑的情况 当15到18个月的婴儿 我们通过一些点红实验 所谓的点红实验呢 我们就是在儿童的鼻子上给他画一个红点 把它放到镜子前面 那儿童的方式呢 他会有意识地去蹭这个红点 因为他认为这红点是不属于我的 是被别人涂抹上去的 不管他蹭的这个动作是不是准确 是不是能够把红点准确地擦抹下去 但是至少我们说 他已经知道了镜像中的那个是自己 等到21个月的时候 婴儿已经完全具备了自我意识 或者说自我的一个概念了 那么关于自我的研究当中 刚才我们就提出了 说我们几个同学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特别显现了 的确你们都中了一句话 你们都说我们是中国人 是的 你们有具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特性 所以塞文提斯说 他说研究自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困难的问题 而在这个问题当中 通往它的路径 最关键的其实就是一个文化的因素 所以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研究 Kityama做了一个研究 首先他呈现给被试的是 我们一个方框 方框中有一条线 他让我们的被试来做什么呢 说我希望你在小的方框里面 画一条同样的线 其实这句话是有点模棱两可的 同样的线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是准确的是按照整体性的 还是按照局部性的呢 那我们来看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反应了 日本人呢会觉得让我画一条同样的线 好了你中间那个线就占四分之一 那我就画一条四分之一的线 所以日本被试给的答案是这样子的 他们觉得应该每一个被试都是这样子 结果美国的被试呢 说让我画一条同样的线 这条线多少厘米呢 这条线三厘米 我就画一条三厘米的线 这条线五厘米 我就画一条五厘米的线 所以我们看到 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整体式的思维方式 或是一种关系的思维方式 那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呢 是一种细节化的思维方式 其实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可以看到 比如说中国人也是非常典型的 我们是亚洲的一种文化圈 亚洲的文化的群体 在这个文化群体当中呢 说中国人炒菜做饭的时候 我们会放盐 用什么来放盐 用手来抓盐 就是我们凭的是感觉 但是西方呢 你一去你就会发现了 他们用天平 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 所以中国话种什么呢 中国话种的是写意 西方话呢 种的是写实 写实的话里面呢 它要求质感 要求层次 要求光影 要求阴影 甚至如果在绘画人物的时候 还要求人体的解剖 这样的知识 你都要学会 但是中国呢 讲写意 也就是说实际上 你琢磨不透 他到底在想什么 但是他画出来的作品当中呢 是一种写意的这样的作品 所以这样子呢 我曾经听到过有一个老师举了一个例子 他对中国的国画非常有兴趣 他就发现了 他说在西方人绘画作品当中呢 他一定画的是非常的精细的 比如说蒙娜丽莎 但是中国的绘画作品当中呢 曾经有一年 在中国的古人那里 大家一起来进行一个绘画的比赛 说我们来画什么呢 画美女 最后画美女的时候 并不是说你画的这个美女 她连脸上是不是有纹络 或者是不是有青春痘能够画出来 而更多的是有一个人画了一张美女图 这张美女图呢 是纵情于山水之间 你看到的美女还是个背影 这个美女整体的大小呢 只有一个指甲这么大 可是人们纷纷地觉得说这幅画是最美的 因为我们能够通过这幅画 能够感受到美女在山水之间的 这样子的一种情意 所以这就是中国讲的文化和自我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 伊斯波特在2003年的时候 展示了这样的一幅图 给一些所谓的个体主义文化 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人来看 其中他也选取了典型的代表呢 是日本人和美国人 结果呢 日本人和美国人 他们给出了不同的一些差异 比如说美国人 美国人看这幅图之后呢 他们在回忆这个图的时候 更多的回忆起的是有几条鱼 这个鱼是什么类型的鱼 鱼是什么颜色的 它往哪个方向去游 他们关注的这个细节比较多 但是日本人呢 又多了60%的内容 是关于背景的 他们在回忆的过程当中 更多的提取的是 关于这个图形当中 是一个水下的和谐的场面 他们会注意到水草 会注意到青蛙 会注意到蜗牛 会注意到许许多多的 关于和谐的一个因素 这是我们看到之间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所以呢 费孝通先生在早年的时候就提到了 他说中国和西方的这种 关于自我的 自我存在于其中的人际关系 是不一样的 西方人的人际关系是什么呢 西方人的人际关系 是一捆一捆的柴火 几个变成一捆 几捆变成一堵 它是永远是这样子的 一种人际关系 但是中国的人际关系 不是类似于这种柴火式的人际关系 我们的人际关系呢 是类似于一个石头 这颗石块投到水里面去 他泛起了一层一层的涟漪 在泛起的涟漪当中 你最核心的最中间的部分是自己 然后边上是你的父母 像他们所说的 我是我父亲的好儿子 然后我泛起的是我的父母 我的配偶 我的子女 在外面呢 是我的朋友 然后是我的熟人 还有我的同学等等的 所以我们实际上的人际关系 是根据这样子的涟漪 去逐渐扩大的人际关系 那么尼斯波托曾经强调了 说个体主义的文化 和集体主义的文化的来源 在什么方面呢 因为在西方呢 它的文明是来自于古希腊的文明 而在古希腊文明当中 人们都信奉上帝 所以我对上帝负责任 我并不对其他人负责任 那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 我们是受法律制约的 所以我听从于法律 不听从于权威 别人跟我是没什么关系的 所以它逐渐养成了 人们之间的一种独立性的自我 但是在中国呢 古代的中国 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 个体受集体主义的影响 我们要服从权威 服从群体 个人的意志 要以群体的意志为转移 所以这样子我们其实形成了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 自我的方式有一些差异 那这样子我们就会看到 KT亚马和马尔库斯就强调了 他说西方人和中国人的 自我的方式呢 一个是独立自我 一个是独立自我 他们的独立自我呢 我是我 其他人是其他人 哪怕他是父母 哪怕他是朋友 或者是子女 但是依然是其他人 但是在中国呢 我们是独立的自我 任何的一个我 都跟我自己是有联系的 比如说在中国 中国的一个妇女 你很少看到她 在大庭广众之下 非常的过分的 或者说非常的热情的 去赞美自己的先生 赞美自己的女儿 赞美自己的儿子 因为在她看来 赞美这些人 赞美她的配偶 赞美自己的孩子 跟夸奖自己是一样的 如果你无限制的去夸奖自己 在中国的这种自谦的美德当中 是矛盾的 但是在西方呢 你经常会看到一个女性 她会跟着她的朋友去介绍 说我的丈夫多么的完美 我的孩子多么的完美 因为对于她来讲 赞赏她们的完美 是对她们的尊重和爱 而她们是她们 我是我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 所以在日本和美国的一个研究当中呢 心理学家就问日本人和美国人 说你愿不愿意跟你的朋友住在一起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同学是怎么想的 日本人就回答说 好啊 我们愿意跟我们的朋友住在一起 跟朋友住得近了 我们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美国人就说了 美国人说好的礼拔造就好的邻居 说要是成为好的朋友 我们必须要距离远一些 这样子才能够成为好的朋友式的关系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日本人也会认为 日本人说如果一个孩子没有结婚 你就一定要住在家里面 跟家人住在一起 可是美国人说了 说孩子一旦长大了成年了 你就必须要搬出去 如果你还跟父母住在一起 不是你心理变态 就是你发育迟缓 所以你是不能够这样做的 我们看到两者之间的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说中国人互一自我 所以你看中国有很多的俗语 比如说一个篱笔三个庄 一个好汉三个帮 多个朋友多条路 其实都是互一性的自我 有的人就强调了 他说中国也有独立性的自我 中国确实也有独立性的自我 比如说个人自扫门前雪 虽管他人瓦上霜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都是独立性自我 可是所有独立性的自我 都是受批判的自我 所以你就会发现了 自我在中国 它一定是一个互一的方式的 那我们看到 自尊和社会比较 是不是有一些关系呢 我们对于自己的了解 常常是在一种 跟他人的比较当中去获得的 所谓的上行比较是什么呢 上行比较呢 是我们跟比我们强的人去比较 下行比较 是我们比那些不如我们的人去比较 那在不同的划分过程当中 其实有一定的细化 比如说当我们跟陌生人比较的时候 跟陌生人比较 这个人我不认识 但是呢 我是觉得我比他强 是一种下行比较 的确在一定程度上 可能会提高我们的自信心 比如我们会说了 在全世界现在粮食危机的情况下 有很多人还饿着肚子 然后你觉得那是陌生人 但是我们依然会觉得自己有一种幸福感 但是我说了 我说你现在怎么还不好好学习呢 人家有的物理学家 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都拿诺贝尔奖了 你说老师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还有的一些个美国总统 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都当总统了 可是我们就会发现了 拿诺贝尔奖的人 和当总统的人 对我们来说都不构成激励 因为什么呢 我们会觉得跟陌生人的上行比较 并不能够引起我们的一些个自卑 或者是自贬的一些心理 可是反而谁对我们增加影响呢 我们会有嫉妒的 或者很多同学说 说羡慕嫉妒恨这样复杂的情绪 都是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群体内的人 所以说在本群体的成员当中 在你的宿舍里面 在你的班级体当中 如果说你是比不如自己的人 成绩不如你的人 能力不如你的人 你比较的话 你确实会觉得飘飘然 觉得很自信 但是你比较那些个 事事都比你强的人 你就会觉得自己能力不够 魅力不足 也会产生出自尊下降的程度 可是是不是只有这两种呢 后来心理学家就发现了 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与你关系亲密的人 比如说你的父母 你的至亲的兄弟姐妹 甚至是由你将来的配偶 或者你现在的男朋友和女朋友 如果别人在你面前 说你男朋友非常差 比你差远了 你真的很高兴吗 你肯定不高兴 因为对你来说 男朋友跟你 他好就是你好 他不好就是你不好 所以这样子 在下行比较当中 如果他很差的话 你比他要强很多 反而你会降低自尊 那么如果说他非常好的话 你会为他感到骄傲 你就会提升自尊 所以自尊和社会比较 也是这样的一个话题了 那么我们在这幅图当中 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自我的研究当中 人们是不是会依据 自我的实现 会产生一些影响呢 这个图片当中 我们列举了一匹马 这匹马叫做汉斯 汉斯在心理学里面 其实非常有名 很多的人呢 把他叫做聪明的汉斯 聪明的汉斯 之所以他聪明 是因为他会做数学题 他会做数学题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的饲养者 是一个数学老师 这个数学老师呢 据说也是单身 没什么事情做 所以他养着这样的一匹马 每天呢 就对这匹马的训练 他希望能够 把这个马训练出来 会做一些数学题 当然你指望这个马 给你去开根号 或者是做这个 这个微积分是不行的 他只能去做 实以内的加减法 但是这个对于马来讲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了 所以他就每天在家里面训练 训练之后呢 他就发现了 这个马真的很聪明 可以去做这样的数学题 他就把它拉到集市上去 很多人去参观 这样子有一些 搞心理学的人 他们就非常的惊讶 说这个马真的是非常聪明 真的是可以做数学题吗 他们就仔细地观察这个马 后来发现了 其实这个马 并没有这么高的智商 会做数学题 但是这个马呢 因为他建立了连锁的反应 他跟这个他的数学老师 经常地生活在一起 所以他非常快速 或者是非常敏锐地 检索出了他的一些反应 比如说这个老师会问 说2加2等于几 当问2加2等于几 提出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时候 其实马是不认识字的 黑板上写什么 他也不知道 别人跟他说什么 他也不知道 但是他就知道跺脚 就是说我用我的前程跺地 可是他在跺地的过程当中 到跺到第四下的时候 这个数学老师呢 他会无意识地有一个反应 因为他期待着第四下出现 等第四下出现的时候 他就开始微微笑 然后就抬起头来 因为他所有的一系列的动作 表明结束了 就说4就结束了 所以马呢就知道了 你说结束了 我就停止了 其他的镇上的人就说 这个马很聪明 他确实能够知道 它等于4 所以我们把它呢 看作是一匹聪明的汉斯的马 汉斯的马告诉我们什么呢 汉斯的马就告诉我了 其实有一定的自我实现 也就是说我们在一定程度 我们的自我受到了他人的期待 受到了他人的影响 他人的影响 对我们是产生作用的 这里面呢 我们要提到两个人 一个叫皮格玛利翁 一个叫罗森塔尔 当然他们两个并列起来呢 也不太公平 因为一个是虚拟的人 一个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人 那么我们看到皮格玛利翁 皮格玛利翁的效应呢 在西方呢 是讲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说皮格玛利翁呢 是一个雕塑家 他雕塑了一个非常美的 女神的一个形象 然后他每天就觉得他太美了 他期待着他赶快变成真实的人 然后你能够下到凡间来 与我成为夫妻 所以他每天就去祈祷 在祈祷过程当中呢 他的这个祈祷就受到了 女神雅典娜的这个聆听 那女神雅典娜就帮助了他 结果这个雕塑就变成真人了 皮格玛利翁果然和他成为夫妻了 但是心理学家不管这套 心理学家引用这个故事的时候 就引去了女神雅典娜的帮助 他就只说皮格玛利翁 他每天都会祈祷 每天去欣赏他 果然有一天他就变成真实了 因为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效应 反映的是 我们如果每天去欣赏他 每天去期待这样的一个结果 他有可能真的是变成一个结果 那我们看到另外的一个人物呢 是罗森塔尔 罗森塔尔1963年的时候 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 罗森塔尔效应 罗森塔尔在一个学校里面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选了一个班 在这个班里面呢 给所有的学生来做智商测试 做完智商测试 学生们辛辛苦苦的填答 填完了之后 他让他的助手 把所有的问卷收上来 然后他们就回去了 回去呢 假模假样的 他们再去做一些测试 实际上他们就根本就没有处理这些问卷 这个问卷被抛至一旁 过了几天之后呢 他就跟班主任说 拿到一个班级的花名册 他圈出来五个的学生 这五个学生 对于罗森塔尔和他的助手来讲 是随机选的 就闭着眼睛瞎懵的 我看哪个名字顺眼 我就圈哪个名字 圈了五个人 告诉班主任 说这五个人是心理学家认定的 说将来这个孩子 这些孩子们 在你们班里面是最有出息的 他们会大有作为 这老师拿到这个的时候 也会比较惊讶 因为有一些孩子 可能平时确实表现不错 他觉得将来 也许真的是比较有前途的 可是还有几个孩子呢 他们是上课 接下查啊 或者捣乱啊 不爱学习的 老师就看不出来说 他真正的能在我们班里面 是最优秀的孩子吗 但是罗森塔尔跟他规定了 说在我们这个实验当中 要签订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呢 就是你不能跟任何人说 这件事情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谁也不能知道 不许跟家长说 不许跟孩子说 跟任何人都不能说 保守这个秘密一年 一年之后 我再回来 我再看他们 是不是有一些进步 其实对于个体来讲 保守秘密 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欢要年华里面 那个梁朝伟的 那个扮演者 最后很痛苦 挖了个树洞 他要去讲 这个老师也非常痛苦 因为他看着这些孩子 这五个孩子在班里面 就变得跟之前不一样了 上课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这五个孩子 在意义发光 因为他就想着 这将来会不会有美国总统 或者说 有一些重要的诗人 和重要的科学家 那之前 如果这个孩子 取得了很好的进步 他现在就认定 他真的是大有作为的 如果这个孩子呢 他听不懂 以前他就会认为 比如这个孩子成绩不好 老师以前会认为 你上课没有好好听讲 或你不注意听讲 你态度不好 可是现在呢 遇到了孩子不会的情况下 老师自己反省 说我教的不好 我没有把天才教会 所以他就觉得特别的自责 那么他对于这几个孩子呢 开始请住了更多的关注 一年之后 当罗森塔尔 继续到这个学校的时候 班主任就拉住了 罗森塔尔的手 说说你太厉害了 说你能不能 干脆给我做个测试 看看我将来 有没有可能当总统吧 罗森塔尔就告诉他 他说其实 我们就是随机选的 那为什么他们在一年当中 变化都是非常大的呢 是因为你期待他 变化非常大 你对他有好的期待 他自然会朝你期待的方式去做 当然1963年的这个例子 可能离我们有一些遥远 但是我举一个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例子 我认识的一个老师 这个老师呢 是我们数学院的一个教授 他呢跟我讲到了 我说从小爱学数学的人 应该很了不起啊 他说之前他小的时候 成绩非常的差 对学习丝毫不感兴趣 但是是一位他的 小学的班主任 教数学的老师 改变了他的一生 这话怎么讲呢 他小的时候 他在班里面 是一个默默无闻的 不喜欢说话 也不喜欢回答问题 不喜欢张扬的那么一个孩子 成绩也不是很好 然后从他们班里 来了一个师范毕业的大学生 这个大学生到了班里面呢 成为他们的班主任 这个老师非常的 希望这个班机体越来越好 他就敏锐地注意到了 说这个孩子从来不举手 哪怕我问一些很简单的问题 他也很秀大大的不举手 还是个男孩子 下课的时候 老师就把这个孩子的办公室 就问他 说你为什么不举手 是会还是不会 他说有时会 有时不会 他说会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举手呢 说会的时候 我胆小 我害怕不敢举手 这个老师就跟他说了 他说这样子吧 我们来建立一个协议吧 之后在我的课上 我但凡提问题 你都要举手 他说老师 我不会 我怎么举手啊 老师就告诉他了 他说你这样子 如果你不会 你举左手 你会 你举右手 但是只要我提问 你必须举手 他说那好吧 他就回去了 回去了上课的时候 那老师在提问 他又举手 他举左手 举得高高的 因为他告诉老师 别叫我啊 我是左手 我不会啊 他举得特别高 老师就知道他不会 可是老师知道 他知道 彼此之间是心照不宣的 同学们不知道 同学们会觉得 他一下子 有什么灵丹妙药 从某一刻开始 他天天上课都举手 而举得高高的 特别自信 因为他生怕老师 看不见他举左手 所以同学呢 下课的时候 就去问他问题 还把他当作班里的一个 这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去谈他请教 他有时候也觉得不好意思 给人解答不出来问题 所以私下里面 自己也稍微去努力一下 结果有一次上课的时候 老师就提了一个问题 其实挺简单的问题 他一看 正好是昨天 他复习过的问题 他就觉得 我是不是不要总举左手 也很没面子 我试试举右手 可是他第一次 举右手的时候 是非常胆怯的 所以他小心翼地举起来 因为他要怕自己说错了 可是这个老师真的非常的好 这个老师就看到 他今天举的是右手 马上就叫他 一回答就回答正确了 所以他自己 也有一点小高兴了 小得意了 可是在同学看来 同学就认为 逢上课 老师提问 他必举手 逢举手回答问题 他必对 所以这样子呢 他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所有的同学都非常的羡慕他 所有的同学向他请教 日益的 他对数学非常感兴趣了 然后他一路读到了数学的博士 后来又一路成为数学的教授 所以他非常感谢 这位数学的老师了 当然这样子 我们来看呢 他里面贯彻着一个心理学的效应 这个心理学的效应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自我实现的预言 也就是说 关于某些未来的行为 或事件的预测 对行为互动改变 它是很大的 有可能会产生预期的结果 当然我们看到了 在自我实现的预言当中 它是积极的方面的 可是我们对于自我的了解 是不是准确呢 是不是客观呢 会不会存在一些偏差 或者是偏见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在个体的对于自我的研究当中呢 它有聚光灯的效应 我们看这个图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你本来就是一只猫嘛 说你照相的时候 非得看自己是只狮子 因为我们人都犯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你说 哎 都可笑啊 我们也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更多的时候会假设 别人都在关注我们 实际上你走在校园里 有几个人回头看你了 也许未必是看你 他在看路 可是你会觉得 哎呦 我的回头率这么高 我们常常会假定 别人都会注意到我们 所以我们会有一种 过分的这样子的聚光灯的效应 吉洛维奇在康奈尔大学 做了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呢 他请了两名学生 这两个学生 当时穿着非常华丽 是两个T恤衫 这个T恤衫呢 有点像我们现在说 那个荧光笔的颜色 是非常的绚丽的颜色 头发也弄得很 很这个时髦的 两点钟上课的时候 他要求这个学生 两点钟从门口进去 一直走到教室的最后面 当时这堂课当中 有一百多个孩子 一百多个人在上课 他们大摇大摆的 走到了最后 走到最后的时候呢 就坐下来听课 当下课结束的时候 这两个学生 悄悄的从后门溜走 在这个实验之前 我们去问这个学生 说你觉得 你今天这样子的穿着 我这样子的打扮 有多少人注意到你了 他说没有70% 至少50%吧 他觉得很多人 都抬头看他们了 我们再向学生去问 有多少人刚才注意到 这两个打扮得非常绚丽 甚至有点怪模怪样的人 结果只有23%的人 注意到他们 其实并没有想象当中的 有那么多人去关注我们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种 自我性的泡沫 当然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认定 到我们成功的时候 别人都知道 别人都在关注我们 我们也同时会认定 到我们失败的时候 到我们丢面子的时候 全世界的人都在看我们笑话 实际上也未必是这样子 也没有多少人 关注到你丢面子的时候 所以这样子呢 让我想到了 我的一个小学同学聚会 小学我们的同学几年 毕业了之后呢 有一个学生 一个男孩子 从小学之后 再也没有跟我们联络过 但是最近几年 他是小学毕业 多年之后了 做生意做得非常大了 自信心也提升了 所以他主动的 组织小学同学聚会 然后几杯酒下去之后呢 工程交错了之后 开始说一些心里话 很多人就问他说 怎么这么多年 从小学毕业 十几岁的时候 就没有再见过你呢 你干什么去了 他说 你们不知道吗 说我在小学 四年级的时候 有一次在语文老师的课堂当中 我实在没办法了 说我拉裤子了 然后班里的所有的同学 都在捂鼻子 所有的同学都在 窃窃私语地笑 后来我家里面 奶奶送来衣服 给我换衣服 他说我觉得那件事情 太没面子了 我相信班里的同学都知道了 我觉得全年级的同学也知道了 甚至是一穿失 四穿白 我觉得学校的人都知道了 所以我当时回家的时候 就跟母亲说我要转学 但是他母亲就认为 都四年级了 转什么学呀 所以他说 我之后的日子 都是在一种暗淡无光的 时光当中度过的 好不终于熬到了小学毕业 我就下定决心 我再也不跟任何人联络 我就到一个特别远的中学里面 去读书 可是他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 所有在场的小学同学 面面相觑 没有一个人记得这个事情 他们完全想不起来 还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这个同学 当时又喝了一杯 恍然大悟 他觉得早知道 你们都记不住 说我何苦 整个童年是如此的黑暗啊 事实上你就会发现了 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你了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说 在自我的研究当中 我们常常出现盲目乐观 我们总会觉得 自己特别好 特别棒 比如说 你的同学 今天花了十元钱 买了五柱彩票 今天很高兴地告诉你说 他明天就会得百万富翁了 你就会觉得这人有问题 说你的十元钱 肯定是打水漂了 因为中五百万的可能性 是非常小的 几乎是一个微小的概率性的事件 所以我们在看待他人的时候 我们都会特别的冷静 可是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今天花了十元钱 去买了彩票 因为我看到三只喜鹊在飞 我买到了之后 买的时候和我回宿舍的时候 我都会告诉别人 说你看着明天你就要讨好我 因为明天我就是百万富翁了 我们常常认为自己的时候 都会觉得非常了不起 但是别人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有一个特别强的盲目乐观的倾向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了 我们为什么用了这样的一个图 这叫做虚假独特性的效应 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是number one 每个人认为自己都是最棒的最强的 我们是世界的主宰 其实呢我们都是云云众生当中的一员了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 人们有一种虚假普遍性的效应 所谓虚假普遍性的效应是什么呢 我们都认定我们的观念别人也有 我们的自我对他人的看法 别人也是一样的 我们的信念别人也是相同的 比如说贪污犯就会认为 世界上人人都贪污 说谎的人就认为大家都说谎 做坏事的人呢也会认为 每个人都做坏事 所以背后经常的说别人坏话的人 他常常挂在嘴上的就会说了 说谁人背后无人说 谁人背后不说人 那就这样子说 我可以为我自己去解脱了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看到自我服务性的偏差 他不客观是我们看待自己的时候 了解自己的时候是非常不客观的 但是这样正是这种并不客观的偏差 有的时候也带来一些积极的效应 或带来一些好处 比如说鲁迅底下的这个阿Q 当别人打了他一拳之后 给他打倒在地的时候 他并没有非常的愤慨 那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非常生气 我要去报复 但是阿Q起来呢拍拍裤子上的土 说这是什么年头啊 孙子敢打爷爷了 就自己起来了 高高兴奋又走了 当然我们认为说你这种对自我的看法 实在是不客观 可是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 也提高了他的自尊心 或者他还有一定的幸福感 当然对于这个幸福感的描述呢 有另外一位作家 他就做了更详细的描述 这位作家呢 是一个黎巴嫩的小说家 他叫做纪伯伦 写了一本书呢 叫做认识自我 在认识自我的这本书里面 他介绍了一个人物叫塞埃姆 小说当中他描写了 说塞埃姆呢 有一次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他在家里面读古书 读古书的时候 就读到了这样的一句话 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 他猛然当中呢 就受到了一些启示 就觉得对啊 我也要认识一下自己啊 于是猛然的从椅子上站起来 开始夺到了穿衣镜的边上 在风雨交加的夜晚 用昏暖的一个灯光 通过镜子来认识自己 他发现自己特别的矮小 然后看起来也长得很寒碜 不好看 他就想了说 雨果和拿破仑不也是不高吗 后来他就发现了自己呢 前额也不宽 天庭也不饱满 看起来也不漂亮 所以他就想了 他说这个斯宾诺萨 不也是长成这样子吗 另外呢 他就发现了自己是谢顶 说谢顶也没什么关系 莎士比亚也这样子 后来他就看到了 说自己的阴沟鼻子 有点像华盛顿 眼睛呢 往里头深陷呢 有点像泥彩 每次只要看书 写东西的时候 旁边一定有个破旧的咖啡壶 说这个像巴尔扎克 喜欢跟粗俗的人交谈 像列夫托尔斯泰 那么有的时候呢 他还常常的是几天 不洗脚 不洗脸 就睡觉 他说贝多芬也是这样子的 另外的一些时间段呢 他是嗜酒如命 暴饮暴食 后来他就想到了 他说亚里山大王 跟他是一个脾气 所以这样子呢 他通过镜子 审视自己的时候 发现特别的得意 他集中了世界上 这么多优秀的伟人的 一些伟大的文学巨匠的特质 所以非常的兴奋 然后呢 就裹着他那个破睡衣 加上他里面的身子 是好几天没有洗过的 躺在床上 东倒西歪的就睡觉了 进入了这个 憨声如雷的梦乡了 这样子我们看到 自我服务性的偏差 虽然被世人 和被作者当时是嘲笑的 但是事实上呢 在现在 人人都在追求 幸福感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也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呢 稍微利用一点 自我服务性的偏差 未必是这么客观的去看 我们也可以利用它一点呢 去寻找一点幸福感 和寻找一点自我的满足感 所以研究我是谁 研究自我的问题 是一直人类非常感兴趣 也非常关注的问题 只有很好的认识自己 发现自己 我们才能在生活当中 寻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和人生目标 好了 今天这堂课就到这 下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